沒有什麼練習題啦 今天的練習題做不出來沒有什麼關係啊 我們今天的重點是 呃...我們要知道 我們到底要怎麼去設計現代的這個 Deep Learning Model 那在這之前 在這之前我們都只知道說 呃...就是... 哦...我們知道了卷基層 哦...我們知道了Pooling Layer 我們也知道什麼 就是全連接...就是全連接層啊 然後Drop-Out Layer等等 這些基本元素都已經湊齊了 那現在問題是 每一個Layer它的參數是不是都很多 我這邊舉個例子來講 卷基層 卷基層有哪些參數 這個... 那個...filter的大小 對不對 那個...上一次我們用的是幾乘幾 5乘5對不對 欸...有沒有人覺得7乘7也可以的 或者有沒有人覺得3乘3可以的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欸...那多少乘多少到底是可以的對不對 不知道 好...第二個是 那...你要... 假如說你卷基完了以後 你當然...因為那是線性轉換層嘛 對不對 所以說你一定是要經過一個非線性轉換 那... Bench Normal啊這些... 這些東西他們到底要如何堆疊 那如果我要產生... 我...我真的想要做一個100乘生的網路 我到底要怎麼做 這就是我們今天要address的問題啦 這樣懂我的意思了齁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目前我們到底... 我們的設計網路的過程呢 我們... 呃...現在當然是大家是有個... 呃...就是... 隱約的共識啦 現在是有個隱約的共識啦 這是隨著研究不斷的進展 那這個研究其實是... 跟著這個比賽來的 我現在跟大家介紹一下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就是你在做深度學習... 的相關領域的人啊 你必須要聽過這個比賽 這個比賽是... 叫... ImageNet Large Scale Visual Recognition Challenge 好... 這一個比賽啊... 這一個比賽是李飛飛 他從2010年開始辦的 這個李飛飛... 我上個禮拜有介紹他是誰嗎 我上個禮拜有介紹他是誰 很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他在... 這一張圖喔... 這張圖很重要 這張圖的X軸 是... 每個年度辦比賽的結果 2010年他辦的比賽 那結果怎麼樣 2011年的結果怎麼樣 那這一個... Y軸是Classification Error 這個當然就越低越好 這樣可以吧 那... 人類的Classification Error 是5% 大約啦 因為這個任務的... 這個任務是1000... 1000個類別的分類任務 所以... 人類... 其實不好... 其實不好做啊 就覺得說你可能分不出來 什麼... 蠟腸狗跟黃金獵犬啊 好... 只是開玩笑隨便講講 你們一定認得出來 可是... 畢竟有一千類啊 你... 你... 並不會每一個都認得這樣子 好... 所以說人類的錯誤率是5% 這個是我們要知道的 那這一張軸... 每一年的冠軍才有資格放在這張圖上面 是冠軍喔... 好不好... 那... 我們來看一下 2010年的時候 冠軍的錯誤率28% 2011年冠軍的錯誤率26% 好...請問一下在2011年的時候 有任何人覺得... 這個... AI中間超過人類嗎? 一定是沒有 好...為什麼沒有 因為... 你要知道 這是冠軍耶 對不對 你... 你只看到冠軍 你還沒有看到他有一堆... 呃... 一堆人 他其實... 這個... 就是... 他根本... 根本就排不上名這樣子了 這樣動我意思吧 所以... 你看進展就是如此的緩慢 好... 2012年的時候 欸... 有一個重大的研究出來 Alex Netter 這篇 paper 我們已經介紹過非常多次了 Jeffrey Hinton 他在2012年做那個研究 把什麼Dropout啊... 什麼Radio啊... 什麼有什麼... 全部用上去的那篇研究 好... 他是當年度的冠軍 那你看到... 你看到這個... 下降的幅度了耶 這是非常誇張的下降幅度啊 那... 最重要的是當年的亞軍 當年的亞軍 錯誤率是25% 也就是說 如果沒有他... 突然間的這個... 這個... 就是... 突然間的這個大幅度的下降 那基本上啊... 基本上就是... 呃... 我們在... 我們... 大概都不會覺得說 AI有一天會比人還要強啊 這個樣子 好...那當然 Alex Netter 他到底... 他到底怎麼做 等一下我們就會... 我們就會好好來學習這件事情 那... 在此之後 一個一個更了不起的Net 就出來了 然後一直到最後 SE Net 那這些Net... 這些Net... 在網路上都可以下載到 就是他們的這個... 呃...已經訓練好的超參數啊... 然後他的結構 我們其實... 如果要做轉移特徵學習的話 我們都可以直接用 好... 只是說... 我們現在要思考一件事情是... 那如果... 那他們到底是怎麼設計的 他們的idea是什麼 我們現在就要學習這件事情 好...我們來看一下... Alex Net... 2012年... 這個... 他的這個... Paper就是這一篇 那這一篇Paper 他被引用的次數已經非常多了 當然沒有後面的ResNet來多 Recedure Learning來多 但是... 這邊Paper啊... 這個... 呃... 當然... 就是... 呃... 我們當然是比較建議大家... 呃... 自己去看Paper啦 好不好 但是這個Paper啊... 這個要看也不是那麼容易看啦 就是... 這個... 這邊... 字有點多啊... 而且有很多這個... 呃... 就是... 有很多你們可能看... 不知道... 這到底是什麼... 就是... 這個... 專有名詞到底是什麼啦 好... 舉例來說像... 呃...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DropOut這裡有寫嘛對不對 來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舉例來說像這個... 呃... P... 這個PCA On RGB 這個有沒有人看得懂這個是什麼東西 啊? PCA有沒有人看得懂這個什麼東西 哦! 組成份分析 哦!組成份分析 那它在幹嘛就是在做什麼 欸可能... 不見得裡面有人看得懂 好沒關係 我們現在來講下他最重要的東西啦 就是他的 他的這個結構 他是怎麼設計的 这一个表格 这个表格你们要学会看 就是它的input size 这一层就是它的第一层 这是它的第一层 之后很多pepper 很多这种网路结构的pepper 都会把这样的一个表格 秀出来给大家看 那让大家去知道说 我的程式到底要怎么下指令 我才要帮它产生一个这样的网路 好我们来看一下input size 224×224×3 这代表什么 它网路的data的image 进来的时候是24×24×3 这个数字啊 大部分imagenet的data 大家都是用这个数字 几乎没有人不是用这个数字啦 这样可以吧 好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哦 就是我们 因为大家imagenet 基本上大家都要用这个数字 那所以说我们说 做胸壁光啊或什么之类的 我们的所有操作也都是用这个数字 这样可以吧 那好 然后你要注意一件事情哦 像我们在做胸壁光的时候不是有什么 10 10 crop evaluation吗 我们来找一下 它其实也是一样哦 它一开始都是用一个固定的这个256×256哦 然后它 然后它去 诶 诶 它的10倍 10倍那个在哪里 我怎么没有讲到 算了算了算了我现在不太想找了 它是它这边有好好讲说它用24×224了好不好 然后它有水平翻转 然后它average的predition made by 就是它的这个predition是average起来的 这样可以吧 好这个这个 这边我们先不要好好看它 我们先了解一下说 这个input size是长这样这样确定了 好然后它的rear那个convolution一定会有个kernal size嘛 它第一层的kernal size是多少 11×11 步伐是4 好我跟你讲步伐是4代表我每一次在扫描的时候 我一次就跨4个像素 不是跨一个哦 之前我们都跨一个 它现在一次跨4个 mxnet里面也有这个参数可以下 就是convolution也有这个 convolution layer也有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 步伐这个次数可以下 它filter的数目是96 group的数目是2 group的数目是什么 不知道 对不对 没有人 没有人 这个我们今天第一次学到了 好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primeter size是多少 它是一个11×11×3的filter在扫 对不对 ×3在哪里 在这里 对不对 因为它一开始是RGB三个channel 96个filter 然后group是2 除2 这个除2为什么除2到时候我们再来看 好不好 好总之 总之我们可以拿到 这样子 其实这样子一层layer也不过17万 1万7千个参数 这样可以吧 好它扫描完了以后 它的input size会长成什么样子 来看着 它的stread是4 所以它这里会除4下来 这个stread除4下来就相当于它max pooling了 因为它每4格才扫描一次嘛 对不对 好 然后接着filter数目96 所以它有96为的特征图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 然后它再经过什么呢 3 kernel size是3 然后trade的是2的max pooling 所以说有一些特征会被重复的pooling到 这样可以吧 它左边也算右边也算这样可以吧 好 那这个 这个input size除2下来变228×228×96 它再经过一个convolution radio跟lrn 这个lrn是线性转 就是什么线性反应层啊什么的 这个层我没有教过 因为后来大家都用bench normalization了 都不用它了 它没有比较好 所以它被淘汰了 但当时大家是用lrn的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样这个时候它5×5的kernel size 然后用1×1的这个步伐 然后接着就96的input size吧 对不对 然后256个filter 所以它的parameter size 是5×5×96×256 除以2在这里group 大概是30万个参数 好这样可以吧 好所以依此类推下去 我就不一层一层解释了 而你发现了什么 一开始的convolution的kernel size 是多的 对不对 一开始我要用11×11 接下来用5×5 最后都用3×3对吧 filter数目呢 越来越多 我们总结出一些规律嘛 越来越多对不对 这样可以 最后 最后再丢给全连接程去做 这样可以接受吧 这个是lxnet设计的 基本逻辑 这样可以 我们现在先 基本上它就是成功了 所以我们就是要模仿 你大概自己凭空想象出来了 不会比它好 这样可以 好那我们在这个网路里面 我们首先要先讲一个东西 叫group group 我们之前没有讲到过嘛 对不对 所以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什么叫group group的意思是说 如果之前我们的 我们在扫描 扫描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 就是全部一起扫描 全部用 然后我就是得到一个output layer 这样可以吧 那这样子 我的参数是几乘几 是不是 假设12的话 是不是 k×k×12 然后再乘以f filter数目嘛 所以这样没有问题 他那group的convolution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谁说我这个卷积层 我就一定要看前面全部12个filter 我可以只看其中4个啊 我这样子 我这个filter 我看不到前面的全部 我只看得到一部分 那我只看得到一部分会有什么问题呢 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举例来说我们之前说卷积 他在卷积的时候 是不是 我可以看到 鼻子嘴巴眼睛 对吧 鼻子嘴巴眼睛 那我同时也要看到手 那我不看手 手掌跟手指的特征 我可不可以评论出脸 也可以对不对 你会说 但是他会比较不准一点 那他有什么好处 他可以比较省参数 比较节省参数 你看哦 他这样子 group1的filter数目是多少 k×k×4 再乘2 对吧 好 那在这里呢 k×k×4再乘2 k×k×4再乘2 那这个后面有三个乘2 是不是可以变成6 乘6跟乘6这里是一样 但是这边变成 k×k×4 不是k×k×12 对不对 所以他比较节省参数 比较节省参数 是不是比较不容易 overfitting 但是当时并不是 并不是怕overfitting 当时是因为GPU的记忆数不足 就当时最好GPU 也没有现在比较差的GPU来得好 好所以你要知道有个东西叫group combination 好我这边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们现在想的很理想 也就是说第一个红色的这个group 他就专门辨别脸 绿色group的专门辨别手 为什么不会混淆 为什么 为什么 AI就知道说 为什么在训练的过程中 他就知道 红色的要看脸 绿色的要看手 有没有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他会PCA没有啊 没有人不知道 为什么 好我要跟大家讲的是 今天 我要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要知道这个问题 其实问的是有问题的 从来没有人告诉我说 第一张图就是看脸 第二张图就是看手 之类的 从来没有人这样告诉你过啊 应该说 如果你足够了解神经网路的话 你就会知道说 刚刚那种讲法 只是一个 为了让你理解 比较容易 什么低阶特征 高阶特征的东西 这些特征他要辨证什么 他靠的是什么 反向传播法把它学起来 对不对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他其实是靠反向传播法 把它学起来 他要看什么特征 这是他决定的 所以这些特征要看什么 他自动决定的哦 那你说你的网路结构里面 有group 有group 跟没有group 这个差别是 architecture 这个architecture的差别是 你的prediction function 要长成什么样子 对不对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我再问一下 我们回到最开始 我们今天在学人工智慧 我们今天 我们第一课的时候就讲 prediction function要有什么条件 第一个 每一个layer都要可为分 对不对 不然反向传播法没办法做 对不对 第二个还有一个很重要条件 你们可能忘了 他要有能力 去拟合任意函数 所以只要 group or conclusion 他同样也有能力 拟合任意函数 那他就可以用 他不见得要有什么 这个 生理上的意义 数学上的意义 完全没有必要 这样东西 他只要有能力 拟合任意函数 这样就可以了 这就好像 residual net 他只要有能力 做这件事情 这样就可以了 他是不是长得跟大脑很像 这不重要 这样东西是吧 好 所以说 group or conclusion 我们只要知道 group or conclusion 相较于standard conclusion 它是一个节省参数的方法 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继续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lxnet 它基本上跟lenet lenet就是那一个 手写数字辨识的那一个网络 它就是一个更深更宽的版本 那这个网络 它2012年出来的时候 你想一下 你是2012年的参赛队伍 你发现2012年 你被alexnet 被碾压了 我们大部分人都不可能去做第一啦 我们大部分人都做模仿者就不错了 好 那你现在要比2013年的比赛 你是不是首先就要先看看 首先就要先操他的架构 那操他的架构 你一定会做出一些 这个 你一定会做出一些 这个critical thinking嘛 对不对 你会说 他到底有什么问题 来 他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问题有什么 来 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 左边的东西是什么 primeter size 对不对 primeter size 这个primeter size 第一层卷积核用的多少 35k很少 35k 第二层多少 30万 80万 100多万 40万 这多吗 听起来很多 那你跟后面比呢 3700万 1600万 你发现了什么 大部分的primeter 是不是集中在全连接层里面 其实 convolution 用的反而很少 可是我们要做的不是 卷机神经网路吗 结果他的 结果他大部分的参数 是在 4D connected layer 这样是不是有点本末导致啊 如果我们今天告诉 因为你们今天应该很清楚吧 我们卷机神经网路是要拿来解决什么问题 图像问题 而且上个礼拜有人做过实验啊 这个4D connected就是没有卷机神经网路来得好 那我们为什么还把大部分的primeter 浪费在 就是要代解参数 浪费在4D connected的 而不是放在 放更多在convolution layer里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我要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很简单啊 减少4D connected layer 增加convolution layer 这样大概懂我的意思吧 这样可以哦 好来 那我们除了这个idea以外 我们还有几个 我们可能要 我们可能要了解的 就是他可能的问题 来 为什么他11乘11啊 没有人可以回答我嘛 对不对 对啊 这个确实是很奇怪 为什么他是5乘5啊 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那为什么他的三乘3 没有人可以回答我 所以这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不知道的 至少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我们不知道 这样可以吧 所以我们要去做一些研究 我们就要去研究说 到底convolution layer 要怎么去设计 这样可以吧 好 当然啦 就是当时他还有一些创新观念 就是这边有六个 六个创新观念 那这六个创新观念是很重要的 之后的网路都有follow这一个 follow这个观念计计计哦 但是后面我刚提的那些问题 会被修正掉 第一个是 他使用reliu 来做飞行转换 以前都用SIGMOID的 那reliu有多少好处 我在之前的课程中已经讲到了 对吧 他比较不容易提出消失 所以网路可以比较深 这样可以吧 第二个dropout 这个dropout当然是很厉害啦 对不对 那第三个 max pooling 他是overlap的max pooling 什么叫overlap的max pooling 3x3的kernal size 2x2的strain 这个当初是2跟2嘛 对不对 当初在l1.net的时候是2跟2 现在他变成了 这个overlap的max pooling 这是一个新的观念 数据增强做了很多 彩剪 旋转 翻转 缩放 zca 白化 这个就是 有很多图像的增强技术 被他用上去啦 就是猫咪你换个颜色 你还是知道他是个猫咪嘛 对不对 你给他做一些水平翻转啊 旋转啊 缩放 他还是只猫咪嘛 对不对 所以说 诶 这个数据增强 是很重要的 诶 可是你要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数据增强 都可以用在x光上面哦 请问一下x光 你可不可以任意的做缩放 可能不行哦 对不对 你的费有多大 心脏有多大 这是有information的啊 你可能不能随便缩放啊 对不对 所以 那你可不可以随便裁剪 诶 裁剪可能是可以的 诶 诶有什么 有时候 你叫病人去照的时候 啊他就没有战症啊 对不对 他就有时候就是会偏一点 偏一点啊 对不对 诶 所以裁剪可能是可以的 可不可以翻转 诶不行啊 妈 心脏左边怎么会被换到右边 诶 可是我上节课 那个我们那个上个礼拜 在做的时候有翻转 那你就需要训练两支网路 或者是把两支网路合在一起 一支看左边的心脏 一支看右边的心脏 好这样可以吧 啊可不可以做一些什么 什么 呃就是 颜色的转换 可能 这个看你转换成什么样子啦 对不对 变暗变亮当然是可以啊 对不对 可是你说直接把配色改掉 这个可能有点困难啦 对不对 好 GPU这个不重要啦 GPU这个 这个 诶 你们所有人现在都可以用GPU啦 对不对 所以GPU不重要 好 好来这个LRN这个之后被淘汰了 这个我们不要讲 好所以 这个 第一个神经网路我们学到了以后 我们现在开始有一些模糊的概念啦 我们知道 卷积网路是怎么设计的 我们希望 comvolution一开始越下面的时候 filter越少 后面越上面越多 这样配吧 好 接着 好 这个LXNet做完之后 当然所有人的研究都重新聚焦回了整机神经网路 在2012年以前 在2012年的冠军LXNet以前 这个 这个 I-L 这个 I-R 什么 Image ImageNet 这个 Large Scale Recognition Challenge 这一个比赛啊 大家使用的方法都不是卷积神经网路 大家都是使用一些什么特征工程啊 就是抽一些特征出来 然后再做什么support victim machine 之类的方法 大家全部都回来做卷积神经网路之后 自然就会对它有更多研究 2014年有一篇很重要的研究 叫Network in Network 这Network in Network它address了什么问题 来 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 这个卷积神经网路 在运算的时候 它是不是一个线性转换 对吧 它是一个线性转换 它的卷积核是线性转换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吧 那你会不会觉得 你会不会觉得 这其实是有问题啊 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我们的这个 网路之所以厉害 不是因为它会做线性转换 是因为它会做非线性转换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设计一个 Multi layer 那个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多层感知机 我们透过多层感知机去扫描图 这样会不会比较厉害 大家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我们本来卷积核在扫描的时候 我们是这样扫描的 可是 可是我们现在可不可以设计 多层感知机去扫描 这右边应该要比左边厉害吧 大家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因为右边有非线性转换 右边的这个 卷积核是非线性的卷积核 那这个是线性的卷积核 那这个非线性的卷积核 因为多层感知机 它一样是可违分的 所以并没有违反 我们一开始设计Predition Function的原理 所以 你觉得 右边是不是大于左边 对吧 可以吧 所以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idea用过来 可以 可是问题是这个好实现吗 来 多层感知机的卷积核 你们觉得好实现吗 不好实现 听起来就很难 对不对 你们根本没有idea说 到底要怎么实现它 我告诉你 实际上还真的很好实现 怎么实现呢 在n乘n的卷积核之后 连续堆叠 1乘1的卷积核就可以了 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没办法 不敢自信 不敢自信 我们来现在想一下 来看着哦 仔细看哦 仔细看我来解释哦 来 对于这个神经元来讲 它是不是扫描了很多 扫描 它是不是扫描了这张图的 所有的 就是扫描当下这张图的 这个空间 所以它是一个 1乘 它是一个 k乘k的卷积核 对不对 filter数目是1 它还没少啦 你先不要管 但这个东西 它是不是就是一个 k乘k 乘1 某一个filter 对不对 k乘k乘1的filter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这个是不是也是一样 所以这边有k个 这边有k个没有问题吧 这边有k个没有问题 那它产生的是不是就是 就是 f个f个 k乘k乘f个 f个filter嘛 对不对 这样没有问题吧 好 这里你要 首先你要先做个飞行运转换 你才可以过来 对于它来讲 它要吃几个 这边我们叫它f1 好不好 f1个 它要吃几个 它要吃f1个input 对吧 那它出来的filter 它出来的数字是多少 number of hidden hidden of layers是多少 number of hidden layers是多少 f2个 那我问一下 它要吃f1 它要吃f1 对不对 然后它出来是f2 对不对 那它是不是只要吃 刚刚 这个东西卷上来的 那一个 那一个 特征 一个特征就好了哦 所以它是不是可以把它想成是 1x1的 convolutional layer 因为它说只要吃刚刚卷上来的特征图的 1x1的layer 然后它的input size 是f1 output size是f2 哦那个你现在回来看这里 input size output size 1x1 那这不就是1x1的卷积盒吗 所以 其实你只要在nx2的卷积盒之后 堆叠1x1的卷积盒 那就是network in network 就是用 非线性的卷积盒 去卷积 前面的特征图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篇paper难不难实现 不难实现 idea很好 实现都非常简单 你就是 你就是堆叠1x1的卷积盒就好啦 这里有没有1x1的卷积盒 没有 这里有1x1的卷积盒 那1x1的卷积盒的意义就是 非线性卷积 这样可以吧 所以 你只要在网页里面 加一些1x1的卷积盒就好啦 这篇paper给我们 最重要的idea就是 增加1x1的卷积盒 这样可以吧 这个够简单了吧 OK 好你了解 要增加1x1的卷积盒的时候 这边同个时期有3个研究 一个是新加坡大学的团队 另外一个是 这个牛津大学的团队 牛津大学跟谁一起开发 DeepMind DeepMind这家公司大家可能会有印象 做Alphago的那家公司 牛津大学跟DeepMind一起做什么事情 他们发了一篇研究 叫very deep convolutional network for large scale image condition 好 他做什么事情 他idea是这样子的 你如果站在图像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站在图像的角度 一个5x5的图 被3x3的filter 扫过之后 它是不是变33的特征图 你在被3x3的 filter扫过之后 它是不是就变1x1的filter 1x1的特征图了 所以 连续经过两个3x3 和经过一个5x5 意思是不是一样 听懂我意思 意思是不是一样 生理意义有没有不同 有可能有不同 因为一个是直接 5x5的线性卷积直接上去 一个是经过两次3x3 那两次3x3中间还有飞行星 转换 可是我们再回到最开始 我跟你们强调 predition function的条件 有必要有生理意义吗 没有必要 只要 有 只要有办法 你和任意函数的能力就够了 对不对 那连续两个3x3的堆叠 它可为分吗 一样可以为分 对吧 所以 我们不得不 思考一件事情 我们可不可以做个实验来比较一下 如果我们用 很多个3x3来取代5x5 那这样子 这样我是不是就不用 我在这里设计的时候 我就不用管说 有时候要5 有时候要3 这多麻烦啊 对不对 有时候要11 太麻烦了 对不对 我就全部用3就好了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这边Paper的idea就是说 我以后再也不要用5x5了 对我来说 5x5就是两个3x3嘛 对不对 那我就是不断的堆叠深度就好了 这样我用深度就可以解决一切了 这样可以哦 好 你看他怎么设计 那他就知道 所以本质上神经网路 的这个filter 这个 他的kernel size convolution的kernel size 并不重要 重要的就只有深度 这样可以吧 以后我都只用3x3的kernel size去做 好 所以他就证明 他只要证明一件事情 深度越深 performance越好 这样子 就解决问题啦 这样的 我就不用去试说 要不要同样都是8x3的网路 5x5的会不会比3x3的好 因为5x5的网路就变成 就其实是一个9x3的网路嘛 然后全部都用3x3的 这样可以吧 好 那你看他在做实验 你看1234567 他发现什么 来 这个网路比这个网路 这个网路跟这个网路 performance没有变好 这个网路比这个网路 performance有变好 有变好 有变好 这个网路跟这个网路 他证明了什么 1x1的卷积核是很有用的 这跟上篇完全一样 这样可以吧 所以代表我在堆叠 神经网路的时候 越深就是越好 无论你是3x3 还是1x1都可以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一篇 神经 这一篇paper出来了以后 我们就知道一件事情 我们在设计我们的网路的时候 请你不要再管 你要用几乘几的 你给我通通都用3x3 那你如果想要在你的卷积核里面 增加一些1x1的卷积核 OK 没有问题 因为他也有帮助 那你就是能用多深就用多深 反正深度可以解决一切 这样懂我意思吧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当然这个时候还没有 recedure learning 升不了太多 因为你会遇到剃度消失问题 但是你现在这篇paper给我们的 重点就是 我们请你不要再去纠结于那些参数的设计 请你一律都用3x3的卷积核 跟1x1的卷积核 这样可以吧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下面三大问题 这个 这个 就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 带点参数多一点 就是全连接成 大部分都是全连接成 这样懂我意思吗 在这里一样哦 在这里他一样用了两个全连接成 请问一下 这样总共要多少参数 来 4096x4096是多少 4000x4000 1600万 超多 你光这里就用掉1600万个参数 所以这是不是 这个网络是不是在最后实在是太浪费了 所以说 我们一样 我们希望把这个东西再减少 这个 这篇paper给我们的 conclusion 就是 已经够了嘛 对不对 我们现在再进一步把这里减少 好 来 看一下 Google Google 它再创造出来一个22x12的网络 2014年的冠军 就是Google的研究 就是 我们刚刚在这里看到了 来 这里 你看到它叫什么名字吧 诶 看起来有点像Google 但是又 Google LENET 诶 你有没有发现 诶 这个LENET是不是跟前面那个很像 因为 YoungLakuin 现在那个时候被抓到Google去啦 高薪聘请 那这个 其实Juphrey Hinton 那个时候也去Google了 这样子 好 那这个 这一个 呃 在2014年的冠军 其实就是Google的团队 亚军就是 DeepMind 牛津大学那个团队 好 那他们两个非常接近啦 所以 基本上同个实习的研究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 他到时候他提出了什么idea 你要注意件事情哦 他在做 2014年的冠军的那个网络的时候 那个DeepMind的跟牛津大学团队 并没有公布他的研究成果 所以他并不知道 五乘五的可以被两个三乘三取代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他解决的方案是什么 他解决的方案也非常有趣哦 他解决的方案是 我不知道 一乘一比较好 还是三乘三比较好 还是五乘五比较好 还是Pooling比较好 我不知道 那怎么办 他就都用 都用让网络来选 什么叫都用 我先让他经过一乘一 他会产生一个feature map 对不对 我再让他经过 33 再让他经过5乘5 再让他经过Pooling 那我再把它叠在一起 那这样子的话是不是 我就可以 我网络就自己会选择哪一个 比较好嘛 你懂我意思吧 你不选参数的方式 你不选参数的 就是 你不想选参数 那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都用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Google这个idea也不错 对不对 就是我不想调参数 我就都用 好 那 我全部都用的话 可是 这个 就是他又知道 Network in Network 这边Paper嘛 所以他在3x3的前面有加1x1 5x5的前面有加1x1 MaxPooling完之后 也有加1x1 这样可以吧 这样就有 这个 这样就有这个Network in Network的概念了 对不对 好 所以他的网络设计成这个样子 那这样子也因此夺冠了嘛 那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 凡是 Performance好 我们就要学习他的idea 所以他的idea是什么 多通道的网络设计 还有什么idea 他把这个东西叫做一个 叫Inception Module 那他把这个东西变成了一个 他的意思就是 我重新定义一个 循环结构 那我的网络变成重复这个Module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说 这一篇Paper 最重要的贡献就是 把 东西 就是把很多很复杂的东西 再整合成一个新的 就是一个 他自己命名的Module 这个Module以后我们在设计网络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去设计这个Module 那这个Module里面可以很复杂 那我们重复这个Module 去把 结果把它Present 就是结果把它弄出来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后我们在设计网络的时候 再一次的简化 我们只要设计 初始特征的截取结构 重复循环的Module 跟输出结构 输出结构可能是 这个 可能是1000类 那就1000类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篇Paper 之后 我们 要注意一件事情哦 刚刚 不仅 这个 Google的 GoogleNet的 这个网络 他的参数量只有500万 500万有多少 你知道吗 多么的少 你还记不记得刚刚 那个VGGNet在刚刚那里 我们光一层他就用了1600万 那他这整个网络只用了500万 所以他是不是比较 比较这个 比较轻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是怎样去减少参数 好 来看哦 刚出他最开始的 这个 Module 他是不是长这样 这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他长这样 我们现在来算一下他的 参数总量 这个Module的参数总量 来 他的Input Size是28x28x256 那1乘1需要几个参数 1乘1乘256x128 这样没有问题吧 可以接受 没有问题 OK 3乘3的部分呢 3乘3乘256x192 192在这里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 接着 5乘5呢 5乘5乘256x196 在这里没有错吧 那 Max Pooling是不需要参数的 这样代解参数有几个 69万 输出的大小是 28x28x672 672非常恐怖 恐怖在哪里 因为刚刚是乘256 之后就要乘26 672了 下一个Module就要变672了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这个网路 怎么可能会省参数呢 我们来看 他做了什么事 来 28x28x256 他先经过一个 1乘1的卷积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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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1乘1的卷积器 他做了什么事情 来 你看哦 他本来是直接192嘛 对不对 他先把他变64 64是在什么 压缩 他在做压缩 对不对 压缩 那我们来看他的 参数总共要多少 多了一成 但是参数变少了哦 来 256 1乘1乘256乘64 这样可以吧 那第二层是 6 3乘3乘64 乘192 这样可以接受吧 1乘1乘256乘64 5乘5乘64乘96 他是不是 多了一层 所以我要多算两次了 对不对 可是总数 居然变成34万 变成了一半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1乘1 如果你这边数字小了 他可以压缩 所以 他的设计出来 他发现1乘1的卷积核 除了可以拿来做 非线性转换以外 他甚至还可以拿来做参数的压缩 好那我问大家一个问题 参数的压缩 很方便对不对 那 我64如果改成1 这样是不是可以压缩非常多 那我可不可以改成1 啊可以吗 我可以改1吗 你觉得我笑的那么开心干什么 我可以改1吗 不好在哪里 哎对 压缩资讯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哦 请你不要随便乱压缩 压缩的太夸张了 就可能就还原不回去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数字是很讲究的 不能压缩的太多 Hugle在那篇PayPal做实验 他提出来是 这个数字最好不要超过小于1 4分之1 你要压缩 最多就压1 4分之1就好了 所以256的4分之1是64 这样可以吧 所以你 哎这个数字很重要哦 千万不要乱压哦 这样可以接受吧 好 那 压缩不要超过4倍 这样这里可以哦 这句话很重要哦 OK 好那 这样子的 我们现在到底 catch了多少观念 我们又多了一个观念 刚刚我们summer一下 GoogleNet给我们的idea Module的循环结构 然后 多通道的网路设计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你再结合一下前面的那些研究 什么3x3 取代5x5啊 然后什么 这个 要一些1x1的啊 然后这个 Folding Connected Layer 尽量少啊 什么之类的 哎 其实网路是可以设计的不错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什么东西我们要学 来 Bench Normalization Bench Normalization 我们已经学过了嘛 对不对 当 之前是没有的啦 2015年才出 所以当时 前面的人都没有办法用Bench Normalization 那我问一下 Bench Normalization是不是 就是 无论如何你就用就对了 没有错 无论如何你用就对了 它没有什么坏处啊 对不对 Bench Normalization 我们当初做的时候 有说它有什么坏处吗 几乎没有这个坏处 用就对了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好 接着 来 那 你看一下哦 这是不是原始的 这是不是原始的 Inception Module 5x5 3x3 1x1 然后跟Pool嘛 对不对 这是不是原始的 Inception Module 诶 可是 后来人家不是说 5x5可以用2x3吗 所以这个Module 可不可以敢这样 5x5换成2x3 可以对吧 可以啊对啊 诶 那 我们可不可以更夸张一点 来 3x3可不可以换成一个 1x3 再换成一个 3x1 诶 可以耶 可以啊 了解我的意思吧 所以 你发现了 诶 3x3又可以拆成1x3 3x1 1x3 3x1 这样懂我意思吧 这是最终版的Inception Module 你发现了什么 其实无论如何 你就是 你就是尽可能把你的卷机拆小 这样懂我意思吧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他的做了这件事情之后 Inception Net 他做了他做了他把这个东西做出来之后 他把这个model 命名成 Inception Net Version 3 到时候这些model的名称 你们可能多少要记住啊 你们大约要记住啊 因为你们以后 去下载人家已经做好的model的时候 人家就会直接喊出这个名字 叫Inception Module ,Version 3 或Inception Module BN 就是有加bench normalization的 Inception Module 这样model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那 Google 团队做了Inception Model V3 那非常好 他在当年 2015年去参加比赛 他2014年 这个参加比赛获得了冠军嘛 对不对 然后有一个亚军跟他超级接近 DeepMind的团队嘛 对不对 那你知道2015年Google做了什么事吗 第一件事 先把DeepMind的这家公司给卖下来 然后把他们的研究团队纳入麾下 那就调了一堆参数 也获得了比人类还要准的performance Bench normalization 那时候 就已经比人类还要准了 原本2015年自在必得 必然会夺冠 那他遇到了什么 他很遗憾 他当年没有夺冠 他遇到了Resnet 那一篇 这个研究 基本上 这个研究就是 Google Net 他在Google团队在Inception V3的时候 在比赛的当下 他已经大幅超越 人类的平均 百分 大幅超越人类的performance 但是他遇到了怪物 那一年出现了怪物 那一年怪物就是Resnet Resnet 还记得他的结构吗 他的结构是这样对吧 相加结构 他只提出这个结构 这个结构非常的棒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他有多余的花俏的设计吗 没有 他就是两个三乘三啊 或者是 一个一乘一再一个三乘三 再一个一乘一 用一乘一压缩 压缩完之后 再用三乘三 再用一乘一回去 宽容回去 让他可以相加 注意因为他又可以相加 所以他为了保持前后维度一样 所以他一定需要有维度调整的 这个卷积盒这样可以 所以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这个 这个何凯明他是 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团队 他们当初在做的时候 他们可 当然 当然没有Google 那么多的运算资源 他可是把DeepMind又买下来了 对不对 那所以说他们可以调参数调报 可以得到很好的参数 那他只是提供idea 就大幅超越 所以他的研究 他的研究好不好 非常好 idea非常好 可是performance是极限吗 不是极限 因为他没有太多调参数 对不对 但他idea非常好 他碾压了Google团队 所以 请问一下你是Google团队 这个时候你要怎么做 挖掉 你的想法实在太好了 你是不是觉得 Google都是用这种方式解决问题 对 科技大厂都是用这种方式 没有错 挖掉他 不过很遗憾 他是被Facebook挖走了 他不是被Google挖走了 但没有关系 至少他的idea 他的idea很容易超 对不对 我Google什么东西没有 就是运算资源多配多条参数 我多了一个Resnet的这种idea 我就等于多了一个参数 我就挑嘛 所以啊 在 所以后面 后面我们要讲DanceNet没有关系 我要跟你们讲的是说 InceptionNet V3 得到了亚军 他们后来就出了一个V4 V4 就是把InceptionNet 再加上Resnet的概念 把它相压 马上成绩盲就大幅提升了 马上要降到什么2点 2点几%的错误率 这样懂我意思吗 那已经几乎是人类的极限了 好 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Resnet的结构 它需要很多的参数量 因为输入特征需要等于输入特征数 那即使用了Bottlenet的结构 什么叫Bottlenet的结构 这个 压缩 再解压缩 还原回来 这样就叫Bottlenet的结构 为什么 因为它的网路先变小再变多嘛 这是不是很像这个瓶颈 这样的结构 这样可以吧 好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之后我们就提出了DanceNet DanceNet我已经教过了 DanceNet 它是不是就比这个Resnet更节省参数 然后它的效果也很好 那为什么呢 这个参数怎么算 我就不想讲了 总之 DanceNet 它比Resnet 它同样有 把T度往前传的效果 但是问题是 它的参数更少 我想大概到这里为止 这个网路 大概就已经演进的差不多了 大型的网路就已经演进的差不多了 这个Pooling的 这个我们现在来 来全部整理一下 前面这几篇研究 到底给了我们哪些idea 这些idea 你根据这些研究的进展 你要了解到 我们 我们以后在设计神经网路的时候 我们的idea就是这样啊 第一个 总参数量相当的状况 深加窄大于浅加宽 无论如何去搞深就对了 那反正现在我有Resnet 所以现在我有Recedure Learning 我不用担心会T度消失 这样可以吧 所以请你尽可能用深的网路 那一乘一的卷积核非常好用 不但可以压缩 还可以拿来做非线性特征的转达 表达 这样可以了解 所以一乘一的卷积核可以大量使用 第三个 请你以Module的形式 在中间进行循环利用 一开始你就设计好的Module就好了 这样你设计一个俊核Module 你以后就可以 这个网路就叫俊核Net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那Module跟Module之间 一定要使用Recedure Connection 或Dense Connection 毕竟不然你会T度消失嘛 对不对 好再来 整个网路尽量使用卷积层 不要使用全年间层 卷积核 比较省参数 而且那才是我们获胜的关键嘛 对不对 来 网路特人数的堆叠 有少到多 一开始的filter数少 后面的filter数要多 这样可以吧 干嘛 忘记我在讲什么了 前面这个啊 数字要越来越多 好这样可以吧 数字要越来越多 越后面的数字要越多 好来再来 这个 呃 不要忘记 这个 诶 我们这个 se mechanism 这个我没有教啊 那这个 这个 这个我们 这个学习被我删掉了 好 这个不重要 这个就是 我讲那个 mechanism 这个东西 诶 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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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是不是有个叫se-net的 这个东西有个叫se-mechanism的 这个东西又可以进一步的提升performance 这个东西不错 那不用也无所谓了 但是那个东西还不错 到时候我们再学好了 好 那我们现在 你已经学的差不多了 如果你刚刚讲了半天 你有搞清 你有完全懂的话 你有完全 就是 你有听懂我在说什么的话 我们请你做练习 练习 练习你要做什么事情 请你重现resnet的模型预测结果 那 请你 什么叫重现resnet的预测结果 来 你开始 你就试着去 就是把 我们既然你要重现结果 你就不要找个200层生的 你找个最浅的 18层生的就好 来 请你 把它读进来 预测 预测完了之后会有结果 0.92 06 0.03 这些数字我希望你可以 把它重新运算出来 它的结构涨成这个样子 好 我觉得 你现在 马上要把它做出来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太赶了 时间太赶了 所以请你先复制 我们的 结果 先复制我们的答案 这样可以了解 先复制我们的答案 然后 接着去好好的看一下我们的答案 到底在做什么 我们的每一层 到底在做什么 这样懂我意思吧 你只要写出Architecture就好了 你只要写出Architecture就好了 只是说你要 你写出来Architecture 你去把它的网路给替换掉 你还可以得到一模一样的答案 那就代表你Architecture这里有写对 你的每一层参数要下什么 你都完全清楚 这样懂我意思吧 所以你应该是要去观察这些参数 这样懂我意思吧 然后回去把这些东西 在没有不抄答案的状况下 只看这张图 把它Repeat出来 这样可以吧 好我们先给大家 20分钟的时间消化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等一下再来做练习二 好我们今天我们这一节课的重点啊 就是其实并不是真的要 把这个练习答案做出来 这个练习题其实只是帮助理解 就是他网路的每一层结构是什么 这样子什么 这一层 这个其实是Pooling啊 这一层是Bench Normalization啊等等等等 这个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那这个练习二练习二这一题啊 这一题也是 我也是很建议大家就是做出来 我来教大家怎么贴好了 首先你要先这样贴上来 好Lesson 我这里是 07 好 我们中间中间有好几层嘛 对不对 这个 我们中间有好几层 然后我要跟大家讲 我们这边我们这边在做什么 我们同样的我们把这张图把它抓出来 好我们把这张图抓出来之后啊 我们想要我们来我们要进行预测 然后你要注意件事情哦 这个网路是需要做这个操作的 就是你图像必须做这个操作 才能够进行预测的 就InceptionNet 为什么我们在 我们在model的这个 就是 model这里其实是有写的嘛 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其实是有写 你必须先乘上255 本来是不用乘嘛 就1嘛对不对 再来减掉 这些数字 所以你必须这样做 他预测才会准 这样可以吧 你如果不做的话 那预测是不会准的哦 我们来看这样做的话 预测出来多少 找不到物件 因为我没有把它堵进来啊 那我们把它堵进来 好 欸不不不 等一下等一下再一次 欸怎么可能 再一次好了 重来 好这个 他说是大白沙嘛对不对 如果你没有做这个钱处理 我觉得我举个例子来讲 你就这三行不要嘛 我们再做一次 看到了吗 结果会错很离谱哦 所以你哪一个网路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都 这个都是很确定的哦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 因为他当初在training的时候 就是用这种data下去training 这样懂我意思吧 有时候 所以你的网路抄过来的时候 你要非常清楚他的 他的操作说明哦 对不对 他认为应该怎么做就是怎么做 他建议你without any proposing without any proposing without any proposing 就是要这样子哦 那你需要 减你就要减 这样懂我意思哦 甚至数字减少了 好我们没有减这个数字 只有成員25 可能也是不行的啊 再做一次好了 好一点但是问题是 跟有减还是差很多 这样可以了解我意思哦 好那我们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来我们想要重现他的推理过程 我们现在把这一部分 把它做出来 这一部分做什么呢 我只想我想要pore to 我想要这些的output的结果 然后我希望你可以从这里算到下面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你forward的以后 我们得到了你的input 你的input长成这个样子 这是一个高阶特征图 27×27×192 这样没有问题吧 我希望你可以得到 这样的 你可以经过一些运算之后 得到这样的一个结果 这个过程其实很难的啦 因为你要非常了解 inception module 他实际上要怎么运算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先直接贴答案给你 那你要知道他在干什么 首先他就先过convolution 你第六课的题目你要会 这一题才有可能会啦 那这一题不会 对你的这个 对你的model开发有没有影响 还好 没有特别大的影响 因为其实 呃 你只要不要离开r的环境 都可以 可是如果你离开r的环境 你想要跨 语言的时候 那你就会遇到问题 好我们来看一下 你这个convolution 你把input array wait跟bias放进去之后 你就可以算进去 他check1跟check 就会长得非常非常接近 然后接着我们把bench normalization 的这个 的这个就是 的这个函数把它弄出来 那你也会非常非常接近 那pooling layer 他是怎么pooling的 你也要 你也要学会 好pooling layer你也会了以后 你就可以按照顺序把它弄出来了 怎么弄出来勒 首先 你要先 经过一个 三层 一层一的卷积合 再经过一个bn 这样一层一推下去 这样懂我意思吧 好你们看哦 首先 input进来之后 我要先把它进入 我要先过一个convolution 变成 一层一的卷积合 然后进bn bnrredu 对3x3 那个channel来讲 input进来之后 先把它reduce reduce的时候 用的是一层一的卷积合 然后 然后benchnomination redu redu完之后 再用3x3的卷积合把它搞过去 然后最后再redu 5x5的也是一样 先reduce 然后再下去 好然后 因为5x5他需要用到两个3x3 所以他会比较长一点 好你全部执行完一次之后 这个语法非常的长 你应该回去一点点去把它做出来 就是 一点点去试 如果你有 你完全试过去之后 你就会知道说 这个 inception module 他是怎么去walk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们一样 在这边留给大家20分钟的时间 那重点是你至少 答案一路贴下去 你要确保是walk的 那你walk的话 你回去才有办法再试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好 我们刚刚那些 就是学习 就是给大家一些时间 让大家了解一下自己是不是真的懂 那些网路是怎么运作的 好 不过其实 大家也看得出来 其实跟开发也没什么关系啦 但是 如果你不想要离开 R跟mxnet这个组合的话 那基本上你不会predict也不会怎么样啦 那什么样的状况之下你会离开叻 比如说有时候 你想要去外面找工作 对不对 那你这个 人家就不是用这个啊 那你就只好 你就这些你就要会 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转换 或者说 这个 诶 假如说你可能 新买了一台伺服器 你要装自己的东西 那你有可能就是 这些东西就可能要换了 这样子 好 那我们现在来 就是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出 刚刚我们的 讲到那边为止 那是大型网路架构的演进 经典网路 大型网路 在智慧意料领域里面 我个人认为 大型网路是比较重要的 就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可能 我们可能不会太care 那个时间 到底有多real time 我讲real time 是非常real time 不是 那个3秒 这样已经 这样在这个 很多领域来讲 3秒0太久了 你可以想一下 在做自动驾驶车的时候 你每秒钟处理5张 可能都太慢了 你可以思考一下 每秒钟处理5张 一旦 一个时速100公里的车子 每秒钟处理5张 那每一张图片的中间 都不知道要开过多少公尺了 对不对 要撞人找到撞上了 所以说 对于智慧意料来讲 这个网路的架构 原则上是 越大越准 比较好 但是对于一些 特殊 一些其他领域 像自动驾车 他不得不去牺牲一些 网路的准确度 但希望速度可以快 每秒钟5张 对医疗来讲 这已经超快了 根本不需要再更快了 这样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我们医院 这个以心电图来讲 好了 我们医院一天 顶多都做个500张心电图 凶贝斯光顶多都做个1000张 一天总共有8000多秒 8万多秒 你一秒钟处理一张 那都错错有余啊 对不对 但是在其他领域里面 没有办法做到 就是 一定是得更real time 的来做这件事情 好 但是我们还是得学习一下 就是这个 就是轻量级网路 他怎么去演进 让我们跟别人对话的时候 才比较容易 但是我这边 你就只要听就好 不需要有练习比 好 好 这个图是 运算 资源的消耗 这个是准确度 你会发现 运算资源消耗越多 理论上 他应该就越准 所以他整体上来讲 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 有几个model 特别的 特别的运算量 也不是很高 但是他performance 又很好 对吧 是不是 InceptionNet的model Inception V4 是不是特别厉害 Inception V3 他也还蛮厉害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到底Inception Model 有什么值得 我们学习的地方 为什么 他普遍不需要太多参数量 又可以很准 为什么 我们刚刚都没有思考这个问题 那现在我们可不可以问一下为什么 为什么铁定是出现在他的module上面吗 他module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多通道设计 对吧 多通道设计 然后有好多压缩 去1乘1压缩 然后去减少参数量 对吧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Inception Model 省参数的原因是因为多通道设计 那多通道完了之后 只要用Dense Convention把它连起来 好 但是Inception Model有个很讨厌的地方 就是 它充满了人为设计的痕迹 你说 又什么 又 5乘5也要 5乘5就是 很多个三乘3 两个三乘3合在一起 三乘3又是1乘3和3乘1合在一起 这是不是看了就是讨厌 那所以我们用什么方法来 有一个方法 叫ResNet 原本叫ResNet 现在改成叫ResNet 这是谁做的呢 又是何凯明 何凯明从Microsoft跳槽到Facebook做的 他怎么做呢 来你看一下 本来我们的ResNet长成这个样子 对不对 本来我们ResNet长成这个样子 那先 1乘1 然后再33再1乘1 那这个 发现 InceptionNet V4 一下就超越他了 为什么 因为多通道网路设计 那他说 多通道网路设计 那有什么难得 那我也会用啊 那我故意 我这样子好了 我把它分成 你看这边本来不是64 我把它分成 16个4 16有点少 对不对 那我给他32 32个4 然后 然后再把它加起来 那这样子是不是我也多通道了 这样可以了解的意思吧 那我也多通道了 那我的参数也真的比较节省哦 因为本来是 本来这里是256乘 1乘1乘64 对不对 那现在呢 256乘1乘1乘4 再乘32 这边看起来多了一点 对不对 可是这里变成4乘3乘3乘4 乘上32 比这里少了哦 而且少不少 这里也变少了哦 这里 这里是一样多了 好不好 那 所以他的参数是不是减少了 好 这样可以吧 可是 他还可不可以进一步的减少 所以从这里扩展到这里没有问题吧 那 他从这里扩展到这里有个好处了 就是本来 本来Inception Model这边是不是固定就是4个通道 那 现在我是不是 诶 这个就可以随便我设了 我想设32也可以啊 你说重复结构就是有这个好处啊 有比较容易扩展 好 现在这里是加法 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改成Connection 这样可以更进一步减少参数量 就是 1乘 我们本来一样这样下来嘛 对不对 那我们把它变成直接把它叠在一起 直接把它叠在一起 那他是不是就变128个通道 特征数是不是 特征图数目是不是就128 Connection在一起之后 我在 经过一个整合的1乘1的 还原回256 这样我就可以加了嘛 那搞了半天你发现什么 这不是就group卷积吗 group卷积在做什么 回到我们最开始看一下 多通道 这不就group卷积吗 多通道啊 对不对 那所以说 我变成了什么呢 我变成我的原始设计 变成 我这边就有一个压缩率嘛 压缩率是2倍或4倍都可以 那下来之后 我的这个卷积我要把它group 这样可以吧 那我就可以调 group的参数跟这个压缩率的参数 来设计模型啊 对不对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吧 这样这个idea 你又把一个很复杂的网络变成了一个参数 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当初 那个group卷积 当初是因为记忆体不足 现在我们发现 诶 它其实就是inceptionNet为什么会成功 那就是因为 一个多通道的设计 那多通道的设计 就是group卷积嘛 对不对 好但是你要知道 group卷积它本身就已经很压缩了 所以你不能再 你不要随便的压缩太多 你只会用2分之1压缩率就可以了 好那它做了什么实验呢 来看着哦 这是group的数目 这是dim的数目 它发现 group的数目越多 是不是performance就越好 对吧 可以了解 所以代表什么意思 group的卷积 是好的 这个研究有什么问题 看这张图 觉得这个研究有什么问题 这个有点难想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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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再屌點,128旁邊乘1就好了 那為什麼沒有了? 不知道 何凱明 資源應該不會不夠吧 Facebook的資源應該不夠 剛剛有人講啊 是不是更不準 哎呀,藏Data 藏Data 你們想不想跟他藏Data 他真的藏Data 只要我們看後面的 但是不容易看出來 就是 你如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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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你看到了沒 為什麼他沒有到極限的狀況 他藏Data 他不想告訴你 後面那個結論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們很多時候看Paper 我們就是要有這種感覺 原來 原來他們 就是 你看著這個 你如果覺得一個東西 如果他可以到極限 那當然就沒問題 對不對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Google研究團隊 就做了一個叫做 Exception Data 這個Exception Data 就是 他覺得 你做到這裡來講 你就不做了對不對 那Google團隊一做 馬上就發現 原來你在藏Data 所以他就把 卷積核 弄到極限 極限就是1嘛 這樣懂我意思吧 他就是完全的 完全的 Grupper數目完全等於通道數目 這樣懂我意思吧 也就是說 我在這裡的時候 我的Grupper數目就是 主要說我的Grupper數目就是6 那我這個 就是吃前面兩個 這個就是吃這兩個 這樣是不是就是極限的狀況 我就完全等於 FutureMap的數目 這就是極限的狀況 好 這個我們的 我們的Exception Data 就是在做這件事情 我們把這一種卷積 叫做 Deepwise Experable Convolution 深度可分離的 卷積 這種深度可分離的 一個比較大的問題就是這個 設計ResNet Nex的人並不純 對不對 為什麼他不設 他不擴展 還要別人擴展 因為 其實再往下對準確度 是有危害的 那我們來看看 Google團隊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Google團隊發現 如果你 到了 你直接用這個 深度可分離的卷積的話 你最後一層請你不要再使用激活 這個ReLU 請你不要做 非線性轉換 因為 深度可分離的卷積 本來就相當於是一種非線性轉換 請你不要再非線性轉換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他們做出來的實驗 結果是這個樣子 好 所以你說 何凱明的這個研究 他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就他沒有想到那件事情 他只有看到 他只有看到 他再往下擴展 那他的結論就很難寫 對不對 喔 グループ有好處 但是要在適當的時候 再往下就不行 那 Google幫他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我們看Paper的時候 還是要非常小心 好 那這樣我們知道了 所以最後一層 我們的 我們網路的 我們 module的最後一層 如果你要用深度可分離的卷積網路 那請你不要用 飛行轉換 什麼意思 來 好我們看他好了 以往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是 卷積 radio 卷積 bnradio 對吧 卷積 bnradio 這個是group group 卷積 bnradio group 卷積 bnradio 好他告訴你 最後一個radio 請你不要radio 前面還是得radio 來 group bn 卷積 bnradio 卷積bnradio 卷積bn OK 請不要再radio 他告訴你這件事情 這樣可以了解我的意思 好那 有一個更大膽的想法是 之前為了減少網路的參數量 我們使用一乘一的卷積核 對參數進行壓縮 對吧 可是 現在我們用深度可分離的卷積 深度可分離的卷積 對參數的減少 會不會非常的多 會喔 會 會 會非常多 看到他怎麼算了吧 他是直接除二 所以他會差非常多 當你用了通道數完全等於filter數的時候 他就直接除了96 這個會少非常非常多 少非常多的代價是什麼 其實他就是非常壓縮了 對不對 非常壓縮了 那既然你已經要很壓縮他了 那你還用一乘一去壓縮他這樣好嗎 不太好 所以他們後來 設計出了一個mobile net 這個mobile net 這個mobile就是這個 行動裝置那個mobile 因為他希望可以用在手機上面 這個mobile net Google團隊 他做出了什麼東西 他本來 三乘三要往下卷積 是 要過一乘一 是 收縮 bottle net的結構 他把它改成 擴展 為什麼 因為你總是要經過這個 飛行運轉換 飛行運轉換一定會損失一些資訊 那你擴展了損失的資訊才會變少 這樣你在做深度可分離卷積的時候 你才比較不會 就是才比較不會把資訊全部都丟掉 這樣懂我意思吧 所以說 mobile net 這個東西 他的這個網路結構非常特別 他是擴展 深度可分離卷積 再回復 然後再用recidual connection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你要了解這件事情 這是輕量級的網路就是這個樣 他的convolution 1乘1的convolution 變成是擴展 不是收縮了 要擴展 好可是目前為止 我們捨棄了 我們已經 就是我們 我們發現 我們在我們 如果我們真的做了這件事之後 我們會有90%以上的代解參數 存在1乘1的卷積核 那1乘1的卷積核 我們還可不可以再擴展 再讓他 這個 收縮 再讓他減少他的參數 可以 你唯一只剩一種方法 就是grouper卷積 可是grouper卷積會有什麼缺點 你看 如果你從頭到尾都用grouper 這裡的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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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就不互通了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做這件事情 grouper 我們三個都用grouper卷積 但是我們在這裡的時候 我們把它搞亂 把它變成這個樣子 後面再繼續用grouper卷積 這樣這裡是不是有一些資訊會到這裡來 這裡是不是有一堆資訊會到這裡來 那你說他只有三分之一的資訊過來啊 這沒有關係 你只要把網路架構設計好之後 反向傳播法會幫助我們學習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只要讓他存在交流的機會就好 這個字叫做shuffle net shuffle net他就是來做這件事情 參數量就更進一步的減少了 因為他又用了grouper卷積去讓他可以去除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是參數減少 GPU比較不好做shuffle CPU很容易做 但是GPU不好做 所以他這種網路比較適合在 CPU的環境之下做運算 什麼樣的環境之下 你只有CPU沒有GPU 手機 或者你沒有大台的伺服器 你要在本極端進行運算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就可以適合使用shuffle net 好 那我覺得我們的這個輕量級的網路 我們就簡單介紹這幾個經典的網路這樣就可以了 那我們今天有個最重要課 今天我們最重要的這一個part 跟前面是完全獨立的 這個part 但是他是based on前面的 這個part是什麼呢 我們已經知道卷機層的堆疊是有空間利益的 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的卷機盒一路往上掃描 掃到最後那個future map 其實可以對應回去 當初在圖的哪裡 他其實是哪裡的future map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所以說 我有沒有可能透過這個空間資訊 去了解到說 我的 我的這個 我的網路到底是為什麼 說他是隻貓 為什麼他是隻鯊 有沒有這個可能 有可能 請你把最後一層的卷機層把它抓出來 你把最後一層的卷機層抓出來以後 然後 考慮到他的權重不一樣 比如說你現在抓的是貓 那貓的權重 跟狗的權重就不一樣了 那貓的權重我去抓 我可能就會抓到貓在哪裡 貓在這張圖的哪裡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我們要怎麼實現他 一樣 這個 這個這邊沒有練習題 可是你們要跟著貼喔 好你們一定要把 一定要把model 讀進來 然後一定要把 一定要把圖把它做出來 這個你們前面都已經做到了 我們來看一下 好把它做到了以後呢 我們先把 圖把它改成 圍度 好我們先一度往下 resize resize image 我 在這裡忘記忘記忘記 好這裡一路往下 我們預測出來是大白殺 沒有錯這樣可以吧 好那我們現在要抽取 最後一層 卷積核的運算結果 我們可以get internal 然後拿到radio1 跟softmax output 那這樣子我們可以得到 我們的radio1的 output跟 softmax output的結果 這樣可以吧 好接著 我們要了解一下 我們predict的position在哪裡 我們predict的position多少咧 最大白殺在哪裡 3 第三個 這個 權重 我們要拿到第三層的權重 我們把第三層的權重拿出來 現在這是第三層的權重 這樣可以吧 這每一個第三層的權重 然後我們要把剛剛radio1 output的東西把它拿出來 我們把它乘起來 這個 這個就是 我們的 我們的CAMMAP 7乘7乘512乘1 那它已經跟 這個 這個 它已經跟FCWAIT把它加權了 好我們把它乘起來之後 我們得到了一個CAMMAP 這個CAMMAP可以告訴我們 1 就代表它是在看這裡 數字越大就代表它越在看那裡 好接著 請你把它秀出來 好 請你重複這個過程 你可以選擇其他色階 只要說你喜歡這個色階的話 你就在這邊把色階換掉就好了 好這樣就好了 你看你喜歡用什麼色階啦 這個都可以 好不好 這個可能要重 就是要重新秀Image 要從這裡開始 好這樣 你喜歡這個色階也可以這樣用 好 我想要跟你講的是說 請你試著換一張圖 請你試著換一張圖 然後 重複一下的過程 那我希望你做的 一樣啊 就是我們 我們是去找 我們是去找這個就是 那個 類別裡面有的圖 你懂我的意思嗎 你不能找他沒有的 不然他預測不了 那你 找到了以後 我希望你 那個圖表都在中間 都在中間 你不會看到他的那個 變化 你這樣懂 只要你要找一隻貓 那個貓最好在旁邊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要找個龍蝦 那個龍蝦最好在旁邊 這樣才可以看出他真的在看不一樣的地方 那你們知道這個東西可以拿來做什麼嗎 舉例來說 我們並不知道 要胸背之光 到底要怎麼看出 LVD 那你用這個是不是就可以看出來了 喔原來他在看哪裡 他到底是在看心臟還是在看橫格膜 還在看哪裡 他是不是就給我們一個大智商的位置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請你試著去做完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先做一個summary 我們再給大家做練習 今天我們非常重要的講了兩個東西 就是model architecture觀念眼鏡 然後最後classified activation mapping 可視化的模型預測邏輯 這個東西非常的重要 你這樣才知道你的網路到底是看什麼東西 去決定他去預測什麼類別 所以你以後你要做胸背之光的研究 或者你要做其他醫學很像研究的時候 你根本就不知道你在看哪裡啊 對不對 舉例來說 醫師根本就不知道 為什麼胸背之光可以看出哈菲律 告訴他在哪裡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我們的網路 才有辦法去 這個就是 告訴我們一些資訊 他的邏輯 這樣懂我們意思嗎 好這個東西非常簡單啊 這個對不對 這個 郡和在看paper的時候 可能都有看過啦 紫心鏈圖人家會highlight 喔我在看這裡 其實就是用他來做的 這樣懂嗎 X光也可以 他在看哪裡 好所以我們本週的練習 我想是很重要的 我們把最後這個東西 請你一定要練習 多式自己當圖 好不好 把整個整串語法做一個理解 好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 好看 好看 好看